我是小全花画 我们今天在画一个不同形态的菊花的花头 我们上节课已经讲了一个 花头怎么画法 这节课我们画 几个不同形态的 我们先画一个花孤独 就是还没开开的 这个菊花的花头也是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 也是花瓣比较多了一种 花瓣比较多了一种 这是一个花孤独 那我们再画一个开开的 僵开未开的 我们说了哈 每一个花瓣稍微区别一点 这样呢 你就会有一些这个变化 有一些变化 包括这个方向上了呀 这个 还有这个形状上了 大小上了呀 你就区别一下 稍微区别一下 你这个花呢 就会很生动 加点水 再加末 加点水 再加末 这个花瓣要注意 它是往外展的啊 这是一个哈 那我们再画一个 还没干呢哈 我们再画一个 不同形态啊 不同形态啊 都是长蛇状的这个花啊 但是你画的时候呢 你要想一下 想象一下它是怎么开的哈 每个花呢 每个花呢 都是要 嗯 花瓣 每个花瓣是向心啊 向心啊 一般是出入不太淡啊 都是向心状 先画离你近的这个花瓣 你看 都是像 先画离你近的啊 你比如 然后 然后我们可以往 让它往外开啊 比如这一块 我们可以开开 再来个长一点呢 有了这个菊花呢 往外呢 开呢 稍微 稍微大一点 比如这块啊 一定要让它有一些这个 钝啊 提按 长短不一 花瓣呢 要长短不一 不要太规矩 你只要每个花瓣呢 向心 就一般是不会有啥错误的啊 好 我们等它稍微干一下 我们让它干一干啊 让它干一干啊 比如 我把这个也让它干一干 花瓣染色之前一定要干透的 要不然它染了以后它会陰掉的 菊花呢一般是黄色比较多 我们还是先调黄色 先把黄颜色调到笔度后面 啊 完全都是在笔度后面是黄颜色 好 好了 然后呢 笔头前面来点珠标 好 别画的时候 哎 我们这个 你像这个花孤度呢 我们就直接就按下去 你看啊 直接按下去 扫一下 然后呢可以来点尖 尖可以来点 点它一下 这样让它有些变化哈 像这个也是 啊 这个要一片一片的染啊 染色的时候呢 要一片一片的染 然后我们再 笔尖上来点这个珠标 这样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啊 可以去给它 投去这一部分 哎 让它有一些变化 你看哈 我们再讲这个 先把黄色 藤黄 挑出来 这个也是啊 开始我们染的时候注意点这个 笔尖 笔尖是头起花瓣尖 然后下面我们就用笔度 扫 扫 按下去 就是说 当你按下去也是轻轻的啊 然后呢 比头呢再来点珠标 我可以有些部位的 哎 你像这块 给它加重 让它有变化嘛 有层次啊 就是这个花瓣尖可以 让它有变化 好了啊 这个极花的花头呢 就是这样画了 那我这边可以画个小花苞也可以 你看我这样啊 我再给画个小花苞也行啊 你这样这样的话 显得比较单调的话 我可以这 这 你看哈 画个小花苞 这画个小小一点的 然后 长一点 好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染颜色哈 也是 比头上 好了